我們是沒有風險的 第三個我參加活動全程都戴口罩 而且我沒有下去敬酒 只在台上敬酒而已 鏡頭前 彰化縣長王惠美鄭重澄清 說自己5月8號 在彰化全國立員是參加晚宴 不是吃午餐 我們才針對中午的1300人 請大家做自主健康管理 晚上其實這個確診 跟他並沒有參加 衛生局長葉彥博進一步解釋 病毒跟人走 要外界不要做 過多聯想 17號彰化衛生局 公布5例確診個案足跡 包括3個在全國立員 跟葡萄批發商媽媽 同桌吃飯確診 你如果出現症狀 請務必到我們部長的急診室 來做採檢 同桌確診者足跡遍布 彰化西湖花壇 再到彰化市中山路 田中普新也有他的蹤影 過程中搭乘圓林客運 除了葡萄批發商 同桌3人確診 另外張泰國中 也新增一名學生中標 跟先前萬華家族 染疫的是同學 最後是葡萄批發商的外孫 目前他就讀的學校班級 先停課 其他沒停課的班 不少人嚇到 有三分之二的人 已經請假了 TVBS新聞 陳時中李承宏 許有翔 彰化倉報道 葡萄果農採下新鮮葡萄 今年魚雖少 結出來的果 比往年來的甜 但是日前爆出彰化 葡萄批發商媽媽 幾乎一家人都確診 其他鄉鎮的盤傷 卻成了另類的受害者 我們都聽到果農是很怕 一直用葡萄家族 或者葡萄媽媽 這個名詞 就是染疫的這些染疫者 這個我也希望說 衛福部這邊 不要老是用葡萄媽媽 或葡萄家族 這個名稱 而是用暗號 比如說1345號 或者幾號 葡萄產量 以彰化西湖症最多 大村 普新 還有二林 也都是遺產葡萄文明 但紛紛傳出 有民眾害怕 葡萄上跟包裝上殘留病毒 跟果農推定葡萄 目前來講影響最大的 就是西湖跟大村 那西湖的部分 有大量的訂單被取消 大村超過50盒也被取消了 還有西湖的果農PO文 說分別被三人退單 一共22箱葡萄 但普新相長的表示 到萬華確診的葡萄商 根本不在普新 也跟其他葡萄農沒有關聯 我想葡萄無辜啦 因為感染的是人嘛 是人在傳染病毒的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說 這個水果 大家多吃有益健康啊 那以後我們在相關訊息的公佈上 也會注意這些用詞 當地衛生局也希望 大家別把葡萄汙名化 葡萄農都會把採收的葡萄 用塑膠袋套住再一一裝和 品質也是有保證 我們控管的很好 在陽光 陽光充足之下 有太陽的 陽光充足的殺菌 衛生局長也請大家放心 強調多吃蔬果增加免疫力 支持葡萄農 別讓他們成為疫情之下的受災戶 連續三天確診數不只破敗 甚至有一天比一天多的趨勢 甚至還有這個現象 這波疫情不只重症比偏高 感染力也超強 有確診者從彰化到萬華賣葡萄 其實待的時間也不長 還是照樣中標 關鍵就是英國變異株 威力太可怕 跟原本的武漢病毒株 相比傳染力增加1.2到1.5倍 部分研究更顯示增加2到3倍 萬華地區基本上都是 中高齡齡的族群得到感染 中高齡者抵抗力差也是原因之一 CT值越低代表體內病毒量越多 而英國變異株特性就是傳播速度 繁殖都非常快 複製量多結合力強 因此長者容易發展為重症 年輕人雖然身強體壯 卻也變得很危險 而且因為活動力強 反而加速傳播效果 按1209宜蘭有一場員工 和男友的妹妹 年僅2歲的兒子確診 不管年紀大小 只要有接觸到病毒 人體幾乎無法抵抗 一整週下來超過700例本土病例 當中有41人屬於肺炎重症 13人得接呼吸器 另外還有兩人同時使用葉克膜 疫情爆發又都是嚴重的症狀 相當考驗醫療量能 TVB的新聞 台北報導 台中市長盧秀燕動怒 15號確診的大理68歲男子 疫調時謊稱自己去過佛龍宮 跟景賢公園 害得也曾到過佛龍宮 為會考祈福的東山高中師生 好緊張 事隔一天被揪出 他只是騎車經過這裡 我們在想 他不肯跟我們講 就是怕這個便當店被我們匡列 被關了 那我們現在知道了 我們要重罰他 這家便當店 我們馬上也去消毒去封了 原來他不是無業 而是東山路上這一家 名家鄉便當店的工作人員 因為他說謊 讓疫調受到干擾 確診前 他在5月9號 10號12、13 都曾到便當店上班 過了好幾天 清潔隊來補消毒 隔壁店家透露這家店員工 大約五六人 主要是外送中午便當 他們大部分是外送工地比較多 採訪到一半 應該居家隔離的便當店老闆 突然出現了 原來他是接到衛生局通知 要開車載妻子一起去醫院篩檢 但對於員工工作時 有沒有戴口罩 他沒有多做回應 還有一例 台中市衛生局也要罰 按2016 重慶國小六年級女童跟阿嬤 去進香後確診 女童媽媽目前沒有染疫 但他是被匡列的居家隔離對象 社區鄰居 卻看到他走出家門 如果跑出來的話 他的罰則是20萬到100萬 所以我們會給予開罰 罰多少 這個金額我們會再評估看一下 他的嚴重程度 17號新增1886 也是居住在大理的男子 市府公布足跡 強調他有南下北上旅遊史 至於感染源在哪兒 目前也都還在追蹤中 TVBS新聞 呂正成 陳鴻義 紅彩倫 台中採訪報導 我們會見到 我們會見到 清廣